12月18日,黄塘口乡的著名摊贩 被誉为早餐奶奶的90岁老人离世的消息传来 让整个乡村哀声一片 27年来,她在这个小小的乡村摆摊卖早餐 坚持不涨价,成为了乡亲们心中永远的传奇 这位早餐奶奶名叫王秀兰 原本是黄塘口乡最普通的一名村民 但她的坚持和勤劳让她成为了全乡人的标杆 她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 准备食材、烧水、制作早餐 然后摆摊等待乡亲们前来 早餐奶奶的早餐非常简单 豆浆、油条、包子等传统的乡村早餐 而她的坚持就是将这些美食定价为五毛钱 从未涨价 她说,我卖的不仅仅是早餐 更是一种用心和感动 她希望每个人都能轻松负担的起早餐 无论穷富都能品尝到美味的早餐 经过这么多年的坚持 王秀兰成为了黄塘口乡的代表性人物 乡亲们无论是上班还是上学 都会主动选择在她的摊前停留 享受一份美好的早餐 而王秀兰也通过这份工作结交了许多朋友 周围乡亲们对她的敬爱之情易于言表 早餐奶奶王秀兰的离世 让整个乡村陷入了悲痛之中 乡亲们都纷纷向她致以最高的敬意 认为她是乡村温暖的象征 是值得铭记的传奇人物 王秀兰的离世 让我们懂得了坚持和奉献的重要性 她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温暖了整个乡村 她的生命故事将会被传承下去 不仅仅是一个摊贩的传奇 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在我们回顾早餐奶奶王秀兰的一生时 我们会发现她所展现出来的坚守初心 勇于奉献的精神 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和践行的 愿这份温暖与感动能够延续下去 永远铭记那位酒精沙场的早餐奶奶